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 我是老王 之前我看过连异公社的网友分享 他说有一天晚上 他们一群人大概半夜两点左右 去嘉义阿里山夜游 那个时候大家很快的往山上骑上去 他给他朋友载 骑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个女生在唱日本歌 唱得很悲哀 那个歌声环绕整个山 他跟他朋友都有听到 忽然间他们的机车熄火了 怎么发都发不动 接着整群人就回头 然后一发就又发动了 刚好往前没多远 有一个土地公庙 他们就先去拜拜 拜完以后继续往山下骑 突然间 这位网友感觉到 整个人在后座被人拎起来那样 给甩出去 骑摩托车的也是直接摔出去 奇怪的是 两个人都没有受伤 他们也觉得一定是土地公保佑 那么说到唱歌 我以前也听过很多故事 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唱歌的灵异故事 节目结尾还会给大家看一张 在KTV拍到的灵异照片 接下来的故事 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其实我从小就有灵异体质 一直到年纪越来越大才比较少遇到 我觉得有时候可怕的 不是看到什么画面 而是你遇到了什么无法解释的事情 我高中的时候就读夜校 下课时间大概是十点半左右 那个时候啊 我叫了一个女朋友 每天放学回家 我都要搭公车再转捷运回家 有一天我在捷运站等车的时候 正在跟女朋友讲电话 那个时候啊 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没有通讯APP可以讲余音电话 所以只能用手机互打 当时最划算的就是亚太电信 因为网内互打不用钱 但是因为捷运上讯号不好 所以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车来咯 我先上车 回家再打给你咯 后来啊 我们就先把电话挂掉 当我到家以后啊 弄一弄 躺在床上 大概也十二点半左右了 按照惯例的 睡前聊天 躺在床上 打电话给女朋友 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聊了十分钟左右啊 突然电话断掉了 当下我以为是我自己压到了按键 就直接重拨了号码 但是电话那头没有通 三秒左右啊 直接听到了 嘟一声就没了 这样子的情况发生了三次 就在我第四次拨号的时候 听筒里面出现了一首 我没有听过的歌 当时的电话啊 都会有所谓的来电打铃 就是打过去 会有歌手唱歌 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歌曲 我女朋友啊 就有选一首痘痘龙的歌曲 但是我电话打过去的时候 竟然不是痘痘龙 而是一个女生在唱金句 还是歌仔戏那种戏曲 声音很高亢 让人听了就发毛那样 我当下啊 有点吓到 马上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心想我是打错电话吗 不可能啊 我是按快捷键重播耶 还是我女朋友新增歌曲吗 但是这个歌也太毛了吧 后来啊 我直接播了第五通 这一次正常了 是我熟悉的音乐哦 但是想了很久才接起来 我就问我女朋友啊 刚刚是你挂我电话 还是我挂到的啊 讲完以后大概五秒啊 我女朋友用一种刚睡醒的声音 跟我说 什么啊 你在说什么啊 刚刚啊 讲电话讲到一半断掉耶 什么刚刚啊 你不是说回到家打给我吗 等你等到睡着耶 我听完以后认坐一下说 不对啊 我们刚刚聊天聊了十分钟耶 你在做梦吗 哪有啊 就这样在我一直逼问下 她生气了 因为她觉得我在吓她 拜托 当下傻眼的可是我耶 后来我又问 那你有新增来电打理吗 没有啊 我没有换啊 听到这里 我心中大概知道怎么了 我就跟她聊了一下 之后就挂了电话 这时候的我 心中有很多个问号 我刚刚在跟谁讲电话 我刚刚拨电话给谁 还是她只是睡着了 在跟我说梦话 那如果是这样 那首歌曲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接起来了 另一头是谁 是鬼吗 但重点来了 我完全想不起 刚刚聊天的内容 这时候我瞬间 鸡皮疙瘩起来 于是我拿起手机 想确认通话记录 会不会其实我真的睡着 做了一个好像很真实的梦呢 结果一看 真的有通话时间的记录 那到底是谁啊 这件事情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有一天啊 我跟我女朋友的哥哥吃饭 我把这件事情跟她说了 她却用一种不以为意的态度跟我说 哦 你也遇到了 蛤 什么意思啊 她接着说 呃 我们家搬到那边以后啊 有很多灵异现象啊 有一次啊 我妹在睡午觉 我就在客厅用电脑 我背对走廊嘛 那左后方呢是沙发 我那时候电脑用到一半 就听到走廊最底部 我听到我妹房间门打开了啦 因为门板上啊有挂那个铃铛的视频 所以我就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 我就知道她出来了嘛 接着呢 听到拖鞋声 从远到近啊 一直到我左后方的沙发坐下来 那因为我们的沙发哦 是皮沙发 坐下来会有声音啊 当下我就觉得是我妹啊 我也没有多想 过了几秒我就问我妹 哎呀你晚上要吃什么啊 哎呀结果我妹都没有回我话耶 我转头过去一看 沙发根本没有人啊 我就吓到啊 我起来去我妹房间看哦 她人就在床上睡觉耶 后来啊还有很多事情啦 像我朋友也接过我打过去的电话 啊我根本就没有打啊 所以哦很有可能哦 你的电话是有人帮你接了啦 我听完我女朋友哥哥说的故事以后 我只产生了一个想法 原来我那天真的是在跟阿飘聊天啊 后来啊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这个女朋友分手了 在我二年级时 我刚买了新车 就喜欢跟朋友到处夜游跑山 当时因为我爸过世没有几个月 我有去殡仪馆 我妈就叫我晚上不要乱跑 我就跟她说哪有什么差呀 结果我喜欢的女生啊 约我去台南唱歌 现场还有其他女孩子啊 我就问了我住屏东的朋友 要不要一起去 她的绰号叫做西瓜 西瓜是容易撞鬼的体质 动不动就是被卡到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灵异体质 哦她还看得到东西哦 那天啊我就问西瓜要不要去唱 她说好 于是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开车去台南唱歌啦 因为有很多女生 所以我们唱得很晚 擅长的时间是凌晨三点 我们就跟那群女生说拜拜之后 我想说我直接在西瓜回屏洞哦 于是我就用Googlemail导航到西瓜的家 路线规划好以后 直接往西瓜家走 在晚上最好的选择就是开高速公路 但我开着开着 看到前面高速公路封路啦 我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会封路咧 但也没有办法就先下了高速公路 下高速公路闸道的时候 前方显示在开几公里就到一月世界 但是从台南到屏东的高速公路 为什么会经过一月世界呢 我就停在一间加油站的对面找路线 当时手机的讯号很差 只有三句而已 车用导航又一直叫我往高速公路走 我就一直用微弱的手机讯号找路线 可是没有办法只能往月世界 当时啊我的心里压迫感很重 有一种直觉要我不能去那边 可是没有其他选择 我只能硬着头皮走了 还没有开到那边的路之前 我的车窗全部都是正常的 当我开过去以后 我的车窗全部都起雾 心里的感觉啊也越来越毛了 毛到西瓜的脸都绿起来跟我说 诶啊我们走这边对吗 我说对啦不要怕啦 听歌啦 一打开啊结果是佛经啊 是我当时放给我爸听的 西瓜大叫一声说 哎哟你也太有水准了 听佛经啊赶快换歌啦 后来我们就换了节奏比较快的 来壮胆继续开 当我开上去月世界的时候 我的车完全开不快哦 就感觉车上好挤 好像坐了几十个人一样 我油门踩到底也只有60 我是新车耶 怎么可能会这样 当时啊真的越想越不对 马路也开始起雾 是能见度很低的那种 大概只能看得到一台摩托车的距离 我也不敢开太快哦 就让我的速度保持在40左右 专心的开车 西瓜呢 则是在旁边都不说话 我看得出来他也很害怕 因为他全身都在发抖 Google Map显示 还要两个小时才会到屏东 当时我就更毛了 因为其实从台南到屏东 明明不用那么久 我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 怎么开那么久 还要再开两个小时 当下我们都快要疯了 车上的玻璃又都起雾 看不到路 我就把驾驶座的窗户打开来看路 突然啊 我看到路边有一间超商 我当下心想 先开去超商稍微缓一下心情好了 结果一进去西瓜就说 我不想上车了啦超可怕的 刚刚我坐在步驾驶座 结果后座一颗头伸出来 一下看我一下看你 然后引擎盖一个 一直趴着在看你啦 最可怕的是啥 你车窗边就有一个 然后你打开车窗要进来超商 他刚好就顺势探头 跟你大眼瞪小眼 我真的会下属啦 我就跟他说 哭喔 好可怕 现在怎么办啊 接着我忽然想到 我有一个朋友是鸡头 虽然没有试过 但是不晓得啊 有没有可能可以远端驱邪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跟他说了所有情况以后就问他 欸啊这样可以远端驱邪吗 他说你会不会想太多 啊这是要怎么远端驱邪啦 我当下超级傻眼 我就唱歌而已 怎么这一对会跟过来啊 我那鸡头朋友才说 欸啊不然你开视讯我看看啦 然后他看完之后问我 你最近是有去哪边吗 我就跟他说没有啊 我爸过世我去殡仪馆啊 他就说啊那难怪喔 好像是从殡仪馆跟你跟到这边的呢 应该是觉得你能帮到他们啊 啊你这样吧 我这边帮你跟神明烧香喔 啊你自己对着空气 有诚意的跟他们说 请他们去找真的能帮忙的 毕竟你只是个学生 然后看要不要买一包烟请他们抽啦 后来我挂掉电话以后 我就去买烟了 我先把烟点了 然后对着空气说不好意思喔 啊我只是一个学生啦 帮不上你们 如果真的要找人帮忙 我有一个教授啦 杨潇和 他很厉害喔 每次都不让我过 你可以去找他 而且他很热心啊 他就住在那个某某大学的教师宿舍二楼 不要再跟着我了 拜托 谢谢 谢谢 然后我就把烟摆着 摆好以后 我朋友刚好打来说 他烧好香了 我就说好 接着我们就休息一下 差不多就把烟地拿去丢了 当时的时间已经快要五点了 于是我重新出发 后来开车超级顺 也没有起雾了 顺利的送了西瓜回家以后 我也开车回到我高雄的家 当我抵倒我家停车场的时候 时间已经是早上七点多了 我下了车 锁好车门 咔的一声喔 我的后车厢自己打开了 我当时在停车场喔 我确定我没有按到 因为我的手指是勾着最上面的钥匙圈 不存在压到按钮的事情啊 这时候我把脑子各种画面喔 该不会后车厢躲一个什么东西吧 虽然这样子想喔 但我还是要去面对现实 我还是得要去把后车厢给关起来 当我一走过去 我傻眼了 因为我后车厢里面竟然有一代名字 我才想到好像是我爸出病的时候 我放的 我忘记拿去烧了 这也让我想到啊 怪不得那些阿飘要跟着我啊 后来呢 我就找地方把这些名字给画掉 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怪事了 那么稍早啊 有跟大家说 KTV灵异照片 这张照片啊 是灵异公社的社员所拍到的 他说 当时他们喝酒 想说加一些话没喔 于是拿起包厢的电话拨出去 对方说 好没问题 结果没有来 又拨了一次啊 对方又说 好没问题 结果一样没来 就这样拨了四次喔 这个社员呢 受不了出去问 这服务生才说 欸不好意思喔 我们目前电话有问题 没办法接电话喔 之后有需求请按服务零喔 这时候包厢内的人听到啊 都觉得很毛 但没想到隔天看到手机里的照片 才真的觉得毛 接下来老王给你看灵异照片 可以看得出来后面有一个女鬼的脸 四族保证啊 绝对没有P图 当时现场也没有任何女性 难道说 好 没问题的 就是这一位吗 你认为呢 又或者你有什么唱歌遇到的故事吗 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